阿昌,你在搞什麼? 站制面 站制面?沒有電牌,不可以做電 誰說你知道我沒有電牌? 很多人都是這樣說,YouTube很多人說 很多人說?沒聽過 我聽過一個人說我沒有電牌 不就是那個人? 那個人說他沒爛過尾,你又想 不過不要緊,我不跟你爭 總之我拿出電牌,你怎樣? 立刻打火鍋,吃了我 嗯 你當作首次肥油也好 然後認證也好,你自己釋出專面 哦,你有排嗎? 你有排你知不知做電? 沒有,在做 你有學習做員工測試的嗎? 有,當然有 用一個棒去量度 量度看再出一些那些 是啊,量度什麼? 要寫什麼? 写做完吧 不过不要紧,我们将在7月28日 会有一个仪标班,教大家如何做员工测试 如何出一张特别欧运 是呀,跟你学一下 我是否可以不用吃了一张证 是呀,你先经常学费 如果你在昌哥的名号 我的电话是66886501 密码是学思昌 你拿了这个密码WhatsApp我时 这个课程原价是2500元 现在1900元就搞定了 另外我们会送一支蓝牙MIT的他标 另外如果在昌哥的名号 我再送四个小时 教他们再玩标 好划算 不用,总之你肯教我就可以了 我不用你吃牌了 多谢昌哥 还有其他东西要学的 好,我们大约讲一下这个预标班 你会先接到什么标 首先这个大家都知道 他标,用来读一下线 这个是钳标 就是钳标,有没有过载 电流量是很可爱的 对,是日本而的 这个是共立的 如果你有A牌 但是这两个标 你都不太会用 你又必须来这些班 好,其他标再等等 我们后来再介绍 通与不通,甘数,良情 另外我们经常要做的两条电线的绝缘值 叫做绝缘测试 另外一样我们都要做的 例如有一个Loot数值,这个数值基本上有牌 你就知道为何,数值越低就越好,就越安全 另外有一个叫做RCD的跳脱时间 即是说水器制是否在既定的时间内跳脱 以及漏电M数的差额是否正常 那你就要透过这个标去做这个测试 那坊间上面呢 刚才阿尔池电源说的,如果你要对机电主板阿sir 你一定要对答到,如果你完全对答不到 阿sir基本上就不会理你,你就走了 是的,因为很多人都很害怕 那些机电署的人来收货是怎样收 其实就是很简单的 量度来量度去,都是过几尾的 其实好像一个语言 你讲到那套语言,阿sir就跟你溝通到 但是,你讲不到那套语言,你就觉得好像很麻烦 那你一拿那套标,手腾脚震,那它就迷你了 那我们为何要用标,只不过就是我们做电工 做完那些习作,做完交货之前,其实很正路 是有一个选择,教我们是怎样去量度数值 那在这个课程中,我会跟着WR1 WR1即是叫员工测试 是的,我们做装修的时候,听到出WR1 就说没有,不包,就是脚震的 开始就,其实,你不用脚震的 因为WR1,其实你写完之后,就自己继续 所以你只要懂得用标去量度对你要量度的东西 跟着就照射给客人 其实就搞定了,就不需要脚震 是的,因为呢,我们正常来说 法律要求,就是 电工做完任何加改的电力装置 必须去出一张WR1 其实只不过就是将你要做的东西 陈述出来 和量度数是OK的交付 他不是想象中那么恐怖的 即是射低,我做过些什么 是的,你做过些什么 那你又复典过 那无论你做装修 又做什么工程都好 我觉得用标 这件事,去对电工的专业度 就是对于客人 那给客人,其实是一种 怎么说呢 基本上的诚信 有做过,真的做过是对的 还有你学试用这些标 你跟着维修就简单很多 最主要有些维修 就是通常有些多长的电线 就不知为什么 打几个都打不起的 你用这些组织的标 就是很难试到的 你用这些四织的标 就可以搞什么 你就可以很简单 排除了一个问题 你要解释给客人 那是哪个组织不行 要走个明线 没有理由 一组织不行 就整个都走过去的 另外呢 除了这些标 撕标这里 因为有时我们市面上 用一些共纳 比如有时要量度老鼠尾 俗称是RCBO 老鼠尾 就很容易会跳到的 拿不到数值 这一只型号的标 就可以在老鼠尾 就算用老鼠尾 都可以拿到数值 如果大家想知道更多 就可以来我们的预标班 我会教大家 怎样做这个测试 和做这个W1 可能你做的那些 看火那些 你就更加需要这些知识 因为看火那些 很大M数的东西 如果你不懂得试这些 你其实是很容易摔摔的 是啊 因为本来说 基联储收货 都是需要用这些标来做测试 其实很简单 你知道哪个位置 按键 拿个数值出来就可以 但是 没有人告诉你 你是不知道的 有时是你 其实是很简单的 对我来说很简单的 是啊 那些流程的东西 你最重要是学得懂 在这个 因为这个方法 你说 千多二千元 我觉得如果是 可以学得懂这件事 我觉得是不贵的 还有可能是 特别是做餐厅那些 一摊线 如果你自己都没试 那些东西 就直接摊线 然后也试 譬如 那些Mega 那些水没不够 是啊 你自己试 你自己不懂得试的 只想拨了大鞋 那条水线 一定没事了 那你就死定了 是啊 那你来来回的时间浪费了 那你自己去pre-check 这些东西 另外我们会有个群组 有WhatsApp群组 迟一点会有个WhatsApp群组 就是我会好有个WhatsApp群组 读过这个仪标班的同学 那我们都会有个技术支援 电话支援他们 是啊 你不懂就可以问一下 又或者你们互相之间 可能有些什么生意 不要说生意 总之就是 是 帮一下手 譬如有些事 譬如有个人做WRO2 是的 但那些要很多人手 那些学员可能可以互相支援 是的 另外譬如有些学生 可能需要用这些标去做事 那些都可以打给我 那我都会畅情去支援他们 是的 因为这些东西是温故之身 可能你学完这个课程 就算给你一份攻略 你都没用的 因为人的记性是有限的 所以你就好 如果你买了这个标 不懂用的时候 立刻拍张照 在一个群组里 大家交流一下 那就方便很多 另外会加起来 怎样加一些标 有时候ZCO 那些 其实我们做他标之前 都要把他归零的东西 我这里也会告诉大家 另外在这里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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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拥有参加 好到时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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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